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国产恐怖电影《圣山村迷局》 故事发生在藏区的一个小山村 这天的清晨,村民们急匆匆地赶来通知小美 书桌的丈夫小渣骑摩托车摔死了 紧接着村民又去请了喇嘛来为王者主持法事 不久后,肖帅也来到了小美的家里 当他发现这里在举行葬礼时,显得十分的惊讶 甚至还掀开了白布看了眼尸体 这个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投去了怪异的目光 到了晚上,喇嘛告诉众人 在经书里说,在这个时间去世的人不能进行天葬 所以必须送到背靠大山,潜陵大河的山洞里安葬才行 第二天早上,几个村民背着尸体来到了指定地点 准备一边让喇嘛送经,一边进行安葬 谁知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长长的国师不散开 尸体就这样直直地掉下了悬崖 并且下一秒,一个喇嘛突然发现 悬崖下有个赤身国体的男子在向前狂奔 这可把几人吓了一跳 他们都认为肯定是尸体自己跑 回村后,几个村民赶紧通知了大家这件事 于是尸体变成僵尸的传闻不进而走 搞得村民们人心惶惶 纷纷开始固定防御和打磨戾气 而村干部小文听说了这件事后 更是心急如焚 但他又不想报警 因为之前村里传过一次闹鬼火 结果警察来了,发现是个误会 所以这次他准备先自行调查 第二天,村民们突然在马尼堆那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于是小文赶紧带着助手小胖前去查看 结果确认是小扎无疑 等村民们离开后 小胖告诉小文 他亲眼目睹了事发当天 小扎骑车出村 以及小帅骑车回村 并且根据时间来看 小扎和小帅应该在路上手遇了 而众所周知 小帅喜欢小美和小扎是情敌 因此他推测是小帅在打斗中杀了小扎 随后小文决定带着小胖的人去悬崖下面查看 而很快,几人就在悬崖的下面发现了一堆衣服 因为尸体是赤裸的 所以几人认为衣服应该是村民丢下的 于是小胖就挨家挨户地询问这是谁家的衣服 然而在走访中 小胖发现全村只有首富不在 因此他拜托首富的妻子打电话联系首富 而首富的妻子只是假装打通电话 然后糊弄了几句说他在开会 就把小胖给打发走了 但等小胖走后 首富的妻子也感到很奇怪 因为他并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 为什么不接电话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小扎死亡的前一天 原来小美小帅小扎三人是同班同学 当天晚上小帅去参加了同学聚会 小美和小扎则没有露面 而在九桌上 同学们纷纷表示小美不该嫁给小扎 他和小帅才是天生一对 对此小帅说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而在小扎死亡的当天 小文为小美的母亲申请上了低保护 于是首富自告奋勇的要去小美的家通知 与此同时 小扎在家里对小美呼来喝去蛮横粗暴 甚至还把一碗粥拖到了小美的脸上 然后就出门办事去了 不久后首富来到了小美的家 正好碰上小美在洗脸上的粥 见状首富色心大起 偷偷在窗外拿出手机录下了视频 这段插序过后 画面一转 时间又回到了现在 经过不懈努力 小文等人终于找到了衣服的尸主 而据这位尸主回忆 当时他不小心把身上弄湿了 于是就脱光了 在悬崖下轰起了衣服 谁知这时 突然有一具尸体落在了他的身后 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一下子就冲出去了几百米远 原来这就是闹僵尸的真实情况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施主补充说他感觉那具尸体应该不是小渣 闻眼小文等人随即又去了悬崖的底下 这次经过仔细搜寻 众人发现了一小截残骸 于是连忙报了警 随后小帅的一个同学 得知了小渣的死讯 他立刻联想到了同学聚会时小帅说过的话 因为平时他就和小帅不对付 所以他赶紧打电话跟小胖通风报信 并且还故意把小帅的原话大肆夸张了一通 说小帅肯定是想要杀了小渣 听了这事 小文立即带着小胖去找小帅问话 见状小帅只好承认了自己当天确实和小扎偶遇了 并且发生了摩擦 原来小扎当时急着出村办事 但摩托车卡在雪地里出不来 而小帅正好路过 于是小扎就想抢小帅的车骑 还把小帅连人带车都给推倒了 气得小帅当时就还了手 但他随即就离开了 而且走的时候小扎还是好好的 然而小胖根本不相信小帅的话 同时小文又怀疑这件事和小美有关 文言小胖表示 如果真的和小美有关 那就不能给他的母亲办迪宝了 一听这话小帅立刻急了 随后他咬牙承认 其实自己杀的是首富 随后据小帅交代 当天他回村口 也想去小美家通知迪宝的事 谁知正好碰到首富在非礼小美 于是一怒之下就一刀捅死了首富 事后两人绞尽脑汁想了一夜 也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 而第二天 居然正好碰上了小扎摔死的事 于是小帅直接来了个吊包 吊换了两人的尸体 也就是将首富扔下了悬崖 而将小扎放在了马尼堆 因为村里的说法 是僵尸遇到马尼堆会停下 这既能将错就错的处理了小扎 也能抹去了首富的存在的痕迹 如果不是遇到依附的施主 那么还真是个完美的计划 然而当小美得知小帅自首后 他又说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真相 据他所说 当天他正在洗脸上的舟 忽然感觉窗外有动静 结果发现是首富过来通知迪宝的事 时之首富一进屋就想非礼自己 而被小帅撞到后 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眼看小帅处于下风 于是小美只好一榔头打死了首富 事后小帅决定 明天早上先去城里领工资 还要安顿好小美母亲滴宝的事 然后两人在一起去自首 对此小美也表示同意 并且还准备在自己坐牢后 把母亲托付给邻居照顾 而之后调包的事 就和小帅说的一模一样了 但听了这番话 小文却认为两人都没有说实话 而是在包庇对方 然而也没有办法 他只好无奈地 向村民们公布了两人的证词 至少可以先破除僵尸的谣言 这时小帅又站了出来 他先向大家回顾了小美的苦难 然后表示自己愿意一力承担罪责 原来小美的家里曾经并不贫困 但是当年首富雇佣小美的父亲和哥哥开车拉货 结果不幸出了车祸 两人都被送进了抢救室 然而手术费不够 首富也不肯出钱 于是小美的母亲只好去问小渣借钱 可是小美的父亲还是去世了 而侥幸活下来的哥哥也变得又哑又傻 从此小美的家庭就一落千丈 不仅母亲备受打击卧床不起 而且小美自己也被迫嫁给了小渣抵债 婚后还常常遭到虐待 正在这时小美哥哥怀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随后众人一听 打来电话的正是首富的妻子 原来这部手机竟然是首富用来偷拍小美的那一部 而当时首富在外面偷录视频被哥哥给发现了 于是哥哥随即投出了小石子想打首富 这也正是小美意识到窗外有人的原因 接着小美就立刻将首富请进了屋 因此首富落在窗台上的手机被哥哥给捡走了 然而此时令众人都没想到的是 小胖在查看手机视频后发现 首富在非礼小美被小帅撞到后 竟然是自己狡猾摔死的 根本没有人杀他 而小帅当时想要隐瞒的真相原因就在于 如果村民们知道首富死在小美家 那么即使和小美没有关系 他也会受到歧视 所以必须处理掉首富的尸体 不能让人发现 至于后来小帅为何要直接认罪 他的回答说 因为他觉得事实真相不会有人相信 就像没人相信他和小渣的死无关一样 而自己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小美 对此涛哥表示 这个解释感觉有点牵强 无论是名声受损还是失去低保 都没有杀人的罪名严重 而两人先是约定一起自首 后是抢制认罪 这不就更没有人照顾母亲和哥哥了 毕竟邻居帮衬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这里涛哥实在是没搞懂 在影片的最后 警察经过调查 证实小渣确实是意外身亡 原因就是雪天露华才不慎坠牙 但小帅也涉嫌过失首富死亡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延续了国产恐怖片的一贯套路 所谓怪力乱神 其实只是人心作祟 不过涛哥在观影的过程中 也可以感受到 导演是想尽力讲好一个故事 但最终效果确实还是不尽人意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